一般的民眾是否能夠接受莫德納配高端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大家要討論一下 要重視民意 事情可能還是要慎重 而且要聆聽文藝 因為這樣的疫苗混打 我們不反對疫苗混打 可是疫苗的混打要有科學根據 什麼疫苗配什麼疫苗 這個也很重要 也因此一般的民眾是否能夠接受莫德納配高端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大家要討論一下 要重視民意 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我們國家其實下訂了很多的莫德納 因為立法院一共通過了300多億的預算 據我了解到現在可能只花不到100億左右 不是沒錢 也訂了貨 為什麼沒有辦法到貨 我覺得現在有300多萬人 包括本市的很多的65歲到75歲之間 還有其他年齡層的各行各業的民眾 之前第一季是打莫德納的 全國有300多萬人 也都在等第二季 有訂貨 政府也有預算 而且預算到現在絕大部分都沒有動吃 所以我們貨在哪裡 我建議中央趕快去推貨 或者是公開透明地告訴民眾 那這個貨源有沒有在哪裡 大家才能決定要不要 來接受這樣的混雜 我覺得應該要給民眾公開透明的資訊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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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